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王一博直播搞笑瞬间,说错品牌名引发一片笑声 在近期的联想发布会上,被受瞩目的演员王一博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 一段视频中,他在与主持人互动时似乎出现了口误,言词间引发了关于他代言品牌的一系列讨论 这一瞬间,让人不禁思考明星在代言活动中的表现与品牌形象之间的微妙关系 当代演艺圈的繁华掩盖不了明星们偶有的差错 近日,王一博在联想发布会上的一番发言引发轩然大波 主持人试图拉近与联想品牌的关系,却在引导中引发了一场尴尬的交锋 王一博的回应不仅在措辞上重复了,更是在代言自己的品牌时,言之不慎地提到了竞争对手的产品 这场意外不仅令现场气氛尴尬,更让人们纷纷指责王一博的文化水平 甚至怀疑他对于所代言品牌的了解 然而,这或许只是演艺圈中常见的一幕 在演员们的繁忙工作中,深造的机会有限 对于广告代言,更是侧重形象胜过实质 王一博的犯错在娱乐圈并非个案 演艺明星在代言过程中,因言辞不慎而引发争议 早已屡见不鲜 正如许多明星选择苹果手机、电脑 而代言国产品牌只是场面秀 这样的现象在业界并不少见 演艺圈的独特氛围,使得这些瑕疵在一定程度上被宽容 对于王一博而言,这或许只是一时的疏忽 在广告代言中,口误难免会发生 只要及时道歉并补救,问题并不至于扩大 娱乐圈的大染缸里,如此小插曲难以成为致命伤 然而,或许也是时候让演艺圈的明星们意识到 除了在迎评前的耀眼光芒 对所代言品牌的了解与尊重同样至关重要 不可否认,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演艺明星们 期待解决的问题 与其被动应对口误风波,不如提前做好功课 确保在代言活动中能够游刃有余 这或许不仅是对品牌负责,更是对自身形象的负责 在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 演艺明星们或许需要更多深度的专业知识支撑 让自己的言行更具分寸和可信度 总的来说,这一事件或许只是娱乐圈中的一次小插曲 但也提醒了我们明星在代言活动中的责任与义务 只有在兼顾形象和专业知识的情况下 才能真正成为品牌的好代言人 愿这一经历成为王一博更加成熟的契机 也让演艺圈的其他明星们对于代言活动有着更加慎重的态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则有趣轻松的新闻 关于我们喜爱的明星 王一博在最近的一次直播中发生的一些搞笑瞬间 在直播中,王一博不小心说错了品牌名 瞬间引发了观众们的笑声 这样的小插曲使得整场直播充满了欢乐气氛 也展现了王一博亲和风趣的一面 他幽默的反应和轻松的态度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同时也给网友们带来了欢笑 这个搞笑瞬间并没有让王一博感到尴尬 相反,他以开朗的笑容化解了这个小小的错误 展示了他在娱乐圈中的从容与风采 观众们纷纷表示这样的失误反而更让他更加亲近 成为了大家心目中更为可爱的偶像 当然,网友们也通过社交媒体纷纷转发,评论 将这个搞笑瞬间分享给更多人 各种创意的段子和表情包在网络上传播 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欢笑浪潮 这不仅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更拉近了王一博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尽管在公共场合犯错可能会引发一些批评声音 但是王一博以开朗的心态面对 并且用幽默的方式处理 成功地转化了一次小小的错误为一场欢笑盛宴 这也让大家更加喜欢他真实、朴实的一面 认识到偶像也是普通人 有时候也会说错话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王一博的支持与喜爱 明星新闻中国渠道将继续关注并分享明星们的有趣瞬间 为大家带来更多愉快的娱乐资讯 记得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谢谢各位观众的陪伴 强劲竞争者崛起 宇凤行女主赵丽颖能否保持风投 在这个充满古典韵味的时代 古装剧宇凤行以九路飞香小说为基础 通过独特的剧情背景和新颖的设定 让观众沉浸其中 小说改编为电视剧 为整个故事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使观众对其期待值倍增 主演赵丽颖与林更新的出色表现 在宇凤行中 赵丽颖以精湛的演技饰演着火辣果敢的沈黎 将这一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的表演不仅深刻诠释了角色的性格 更为沈黎赋予了先活而生动的灵魂 赵丽颖通过自己独特的演技风格 使得沈黎的形象在观众心中栩栩如生 沈黎是一个富有个性和魅力的女性 而赵丽颖通过对角色的精准把握 将这种独特魅力诠释得淋漓尽致 她在剧中展现的火辣一面 不仅体现在外在的形象塑造上 更贯穿在沈黎内心的种种情感和决断之中 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她在每个场景中的投入 为角色注入了先活的生命力 与之搭档的林更新 饰演着内心复杂的行指神君 林更新以其独特的演技演绎出行指的种种情感起伏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十分丰富 她对行指神君的把握 不仅表现出角色的神秘感和高贵气质 同时在情感纠葛中呈现出的沉稳与深情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两位主演之间的默契演出再度引起观众的期待 赵丽颖和林更新之间的情感对峙和碰撞 通过两位演员的精湛表演得以真实呈现 使得整个剧情更加引人入胜 她们在屏幕上的化学反应 不仅凸显了各自角色的独特性 同时也为剧情增色不少 成为与凤行中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实力派女演员曾黎德加盟 曾黎以其实力派演技和丰富的演艺经历 为与凤行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将在剧中扮演严厉且不怒自威的沈穆月一角 与她以往的角色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引起观众广泛关注 赵丽颖和曾黎两位实力派女演员在剧中的对比 将为整个故事增添更多层次和深度 赵丽颖的火辣果敢与曾黎的严厉自威形成鲜明的反差 将为观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这种角色上的对比不仅丰富了剧情 更展现了两位女演员多样化的表演实力 曾黎德加盟为整部剧带来更多看点 观众对她在剧中的演绎方式和如何演绎 这个与以往不同的角色充满好奇 这种期待和关注度的提升 使得整个与凤行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使得观众对剧情发展更加充满期待 总的来说 赵丽颖和曾黎在与凤行中的对比 不仅为剧情注入了新的元素 更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试听盛宴 他们在角色演绎上的巧妙呈现 将使得整个剧集更加引人入胜 成为备受瞩目的亮点 观众期待在两位实力派女演员的精彩表演中 见证与凤行的另类魅力 剧情创新和制作质量 与凤行不再拘泥于传统古装剧的虐恋情节 大胆创新地引入更多喜剧元素 使整个故事更加轻松有趣 导演邓科以往的优秀作品为保障 预示该剧在制作质量上有着高水准 给观众带来更为精彩的试听盛宴 对剧情 演员阵容和制作质量的期待和喜爱意于演表 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对于剧中喜剧元素的引入和曾黎的加盟 持辩证态度 期待在这些看似风险的因素中 发现更多惊喜 不难看出羽凤行之所以备受期待 正是因为其新颖的剧情设定 出色的演员表现以及高质量的制作水准 这不仅是一场传统古装剧的虐恋 更是一场汇聚了各种元素的古装佳作 观众对于该剧的期待 不仅仅停留在故事情节上 更是对演员们的表现和角色深度有着浓厚的兴趣 相信羽凤行将以其独特之处 成为备受推崇的古装佳作 引领观众走进一个全新的古代仙侠世界 新生力量展露头角 羽凤行的新面孔正在剧中展露头角 引发了观众们的好奇心和热议 在这个新的剧情发展中 女主赵丽颖能否保持自己的风透 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呢 首先 新面孔的加入给剧情带来了新的变数 观众们对于新角色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表现 这也让人产生了猜测和讨论 究竟是新角色能够与女主赵丽颖携手共创辉煌 还是可能在剧中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 其次 赵丽颖作为女主 一直以来都凭借着 齐卓越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深受观众喜爱 然而 在强劲竞争者的崛起下 她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观众们关心的问题是 她是否能够在新面孔的冲击下 依然保持自己的女主风采 继续给观众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最后 这场风投之争也是对剧情深度和人物性格的一次考验 观众们对于剧中人物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走向充满了好奇 新面孔是否能够带来新的看点 以及与女主之间的化学反应将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剧情中 观众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精彩表现和剧情发展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都将成为与奉行这部剧的一大看点 让我们一同期待 见证剧中人物的成长和故事的精彩呈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